学者观点 西方应该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丑陋胜利做好准备 约翰·米尔斯海默 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节初服务教授温德尔·哈里森 Wendell Harrison 被《大西洋月刊》描述为冷战结束以来最著名的美国外交政策批评者之一 自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以来 尤其是一年多前的乌克兰战争 他一直在对这场使欧盟陷入最深危机的冲突提供令人信服但有争议的评估 在接受MyTech采访时 他对欧洲和平的前景 中国在这场冲突中的作用及其对台湾的影响 作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的爆发点 提出了悲观的评估 他的最新作品《前方的黑暗》 《乌克兰战争走向何方》已于substack.com独立出版 就莫斯科的权力动态和乌克兰战争而言 您如何看待瓦格纳雇佣军流产的政变 在西方有很多关于兵变的一厢情愿的想法 很多人都希望他能打倒普京 或者至少削弱他 这将使乌克兰和西方战胜俄罗斯人 但这并没有发生 事实上由于兵变 普京的地位将得到改善 他会更强大 原因是瓦格纳集团与普里哥任 特别是与军方的关系并不健康 没有合理的指挥结构 就无法管理军队 普里哥金有点像一门松散的大炮 最终的结果是普里哥任被解散 瓦格纳集团将被置于军方的指挥之下 这将使俄罗斯军队成为一支更有效的战斗力量 视频中显示俄罗斯最高将领 这是瓦格纳兵变以来的第一次 重要的是要记住 当你发动战争时 你正在带一支和平时期的军队 你派他们去做一些真正很久没有做过的事情 那就是打仗 俄罗斯军队当然也是如此 在初始阶段会有很多问题 但随着战争的进行 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 纳摩从某种意义上说 军队是合理的 瓦格纳集团发生的事情 是笨拙的军事系统被合理化的一个例子 最终结果将是一支更强大的俄罗斯军队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 这一切都是为了好事 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 是否有可能达成有意义的和平解决方案 有些冲突 你可以想象和平解决 但这里的情况并非如此 没有任何解决办法 有两个主要障碍 使得几乎不可能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和平协定 我想在这里说清楚 最终你会得到某种停火 这将变成一场冷冲突 但你不会得到一个有意义的和平协定 这里有两个原因 一个与领土问题有关 另一个与中立有关 俄罗斯人现在已经占领了乌克兰的大部分领土 他们已经正式将这片领土并入俄罗斯 他们明确表示他们无意将其归还给乌克兰 可以理解的是 乌克兰人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 他们想要收回自己的领土 他们愿意战斗和死亡来夺回他们的领土 问题是你无法解决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领土分歧 因为要谋俄罗斯保留领土 要谋乌克兰获得领土 你不可能把这个圆平方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中立性 俄罗斯人坚定地致力于确保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 实际上它是一个中立国家 这对俄罗斯人非常重要 我相信这是俄罗斯人开战的主要原因 这是乌克兰是中立还是北约国家的问题 可以理解的是 乌克兰人想要某种安全保障 他们希望某个国家或一组国家保护他们 地球上唯一能够提供的国家是北约国家 普京忘记了马齐亚维利的王子中的一个重要教训 当然如果乌克兰在北约内部是法律上的 或者在北约内部是时尚市 它就不是一个中立国家 这是俄罗斯人无法接受的情况 因此没有办法解决中立问题 并同时满足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 你有这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的论点是 你不会得到一个有意义的和平协定 你能指望的最好的就是一场冻结或冷酷的冲突 你预计俄罗斯将取得丑陋的胜利 你这是什么意思 决定性的胜利将是俄罗斯最终征服整个乌克兰的胜利 人们认为俄罗斯决心使其成为大俄罗斯的一部分 俄罗斯不可能赢得决定性的胜利 他们不会征服整个乌克兰 但乌克兰将失去一些大片领土 俄罗斯人将征服超过他们已经征服的23% 我的猜测是 他们最终将征服乌克兰约43%的地区 他们最终将征服克里米亚半岛和八个不同的州 这将代表相当大的一块领土 实际上接近一半 乌克兰剩下的将是一个功能失调的臀部国家 它将无法对俄罗斯发动一场重大战争 它不会满足加入欧盟或北约的标准 我认为这将是最终结果 一旦你到达那里 你实际上将在双方之间实现冷淡的和平 乌克兰人不会高兴 他们会竭尽全力撤销它 西方将试图帮助他们破坏这种冰冷的和平 俄罗斯人当然会尽一切努力破坏 乌克兰 他们将与西方建立可怕的关系 他们将不遗余力地在西方制造麻烦 因此 我们对未来有一个非常黑暗的局面 战争将持续多久 直到他们达到你所说的冷和平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鉴于我们掌握的资讯量有限 很难了解双方的伤亡水准 乌克兰人和西方在传播 关于乌克兰人遭受多么严重的虚假资讯方面有既得利益 但我的底线是 这将作为一场热战 再持续两年 然后它会陷入冷和平 但我要强调的是 冷和平不仅有可能 而且很可能再次变成一场热战 因为乌克兰人和西方人 不会满足于俄罗斯人取得的丑陋胜利 中国在这一切中处于什么位置 我认为中国是这场冲突的大赢家 美国人在全力以赴地转向东亚以遏制中国方面有助既得利益 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比俄罗斯更严重的威胁 重要的是要明白 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以俄罗斯不适的方式对美国构成威胁 因此 美国人的既得利益在于不陷入东欧战争 更具体地说是在乌克兰 此外 他们尽其所能确保俄罗斯和中国不是亲密盟友 这符合既得利益 乌克兰战争的结果是 美国几乎不可能完全转向亚洲 瓦格纳起义如何挫败马克龙的欧洲自治愿景 美国人愚蠢地将俄罗斯人赶入中国人的怀抱 这违反了军事政治101 这是中国人从天而降的甘露 他告诉你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最好的结果是战争继续下去 俄罗斯没有输 美国人在欧洲仍然坚定不移和沮丧 以至于他们无法专注于中国 从中国人手中赢的俄罗斯人 台湾岛在乌克兰危机中得失吗 很多人认为美国人会赢 他们将消灭俄罗斯人 他们将可以自由地前往东亚并加强台湾的防御 台湾将永远保持一个准独立国家 这将对中国不利 这是华盛顿许多人的梦想 我不认为美国人会在乌克兰赢得军事胜利 最终结果是他们将在欧洲陷入困境 这将意味着美国人没有多少时间去考虑保卫台湾 考虑建立一个联盟结构来处理台湾 我还认为 通常运往台湾的武器正在运往乌克兰 不是所有的武器 而是一些 从这个角度来看 台湾遭受了乌克兰战争的困扰 台湾有既得利益 希望看到美国在东亚全力以赴 而这并没有发生 但另一方面 这场战争显示了两个层面的冲突 这是中国担忧的原因 也是台湾乐观的原因 从乌克兰战争中吸取的第一个教训是 当军队长时间不打仗 被派往战场时 他们通常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 这就是战争第一年俄罗斯军队发生的事情 他非常生锈 有很多问题 自1979年与越南作战以来 中国军队没有打过一场战争 当他被派往战斗中时 至少在初始阶段 他会遇到很多问题 仅仅是因为他没有很多经验 经验在战争中非常重要 要打消战争言论 美国和中国必须在台湾问题上达成新的共识 第二个问题是很难实现惊喜 很难将军队转移到可以看到的露天 中国要想在军事上对付台湾 最终必须越过台湾海峡入侵台湾 他必须发起两栖行动 两栖作战是最好的情况下 最困难的军事行动之一 鉴于目前存在于战场上和战场之上的情报资产 中国人很难进行旨在征服台湾的两栖作战 美国人将能够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台湾人 日本人和澳大利亚人也将看到 他们可能会卷入战斗 底线是 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非常不愿意入侵台湾 现在乌克兰战争已经发生 我们已经看到了它是如何发展的 他们将更加不愿意试图征服台湾 我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看到战争 中国人不太可能冒着军事失败台湾的风险 除非政治环境如此紧迫 以至于他们觉得自己别无选择 假设台湾人已经决定 美国在这个时候如此致力于保卫台湾 以至于他们可以宣布独立 考虑到成本和收益 中国人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可能只是等待并希望最好的结果 更有可能的是 美国国会会以愚蠢的方式行事 一些国会领导人为台湾独立辩护 但现任政府甚至未来的政府 包括第二届川普政府的可能性 都会竭尽所能维持模糊性 告诉台湾人 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宣布独立